看起来真的是要好好思考思考了 这回陈瑞呢前晚交保 但是检方透露 主要共犯还没有到案哦 而且不排除父母可能会协助他 潜逃出境等等的原因 决定要提出抗告 也就是说陈瑞才刚刚过了 这个半天的自由生活 恐怕又要生变了 而且这回呢 陈瑞被押了114天之后呢 交保不出法院之前 就有非常多位的黑衣男子在旁边 好像在等他要接他一样 不过呢陈瑞表示 选择相信司法不会害怕 而陈凯伦昨天也收到有人的简讯说 同案被告的兄弟 恐怕将对陈瑞不利哦 让这个爸爸相当担心 不过陈瑞自己倒是说他不害怕